繁花看了吗 大结局虐吗 90年代的上海黄河路 俾巴 俗话说得好 一千个剧粉 眼里有一千个繁花 有人把他当商战片看 上海里做商业 刚就怕的 是的 有的 有人把他当美食片看 哇 宝总泡饭 排骨年糕 鸠眼大王蛇 有人把他当偶像写真看 宝总我爱了 有人把他当时尚指南看 厘厘的穿搭 我喜欢 都不好意思说你 你那是喜欢穿搭吗 不管咋看 很多人因这部剧 对上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只剧之余 棍子哥就带你 扒一扒 繁花里的老上海 一 古代上海存在感低 一开始 上海完全是个 没啥存在感的地方 看位置就知道了 它在这 长江入海口 很小对吧 其实更久以前 这里大巴辣 甚至都还泡在水里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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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好在这里有条长江 长江把西边远道而来 路上带来了不少泥沙 入海市就把泥沙泄了下来 时间久了 沿岸的泥沙一层一层 堆成了陆地和岛屿 最后堆出个上海滩 以后有人问你 上海市怎么来的呀 你唱首歌给它听就行 汽水 从你来到我身边 到了唐宋 上海很多陆地才逐渐形成 并且有人在这里搞些小产业 有渔民发明了一种捕鱼工具 大概长这样 叫库 现在知道 上海的简称哪来的了吧 发现了吗 古代的上海可以说是平平无奇 但接下来 上海眼瞅着就起飞了 二 近代上海开始崛起 话说清朝的时候 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 拒绝对外贸易 对不起 不需要 我加油 结果鸦片战争 清政府输得一塌糊涂 被迫跟英国人签了丧权入国的南京条约 上海也被迫变成了通商口岸 负责跟洋人做生意 这就是鸦片战争引发的1843年上海开步 普遍被认为是上海近代化起点 但开步之后 上海的优势倒是发挥出来了 沿江靠海 水路通畅 内廉长江 方便和沿岸各省份联系 外通海洋 和外国进行商贸 开步后 外国人在黄浦江边租了地 带了一堆有特色的建筑 有充满西洋风情的万五国建筑群 距离很多场景都在这 比如和平饭店 号称远东第一楼 爷叔就住里头的英国套房 有中西建筑相结合的民居石库门 里头一条条小巷子 就是大家十分耳熟的弄堂 距离葛老师的固定资产都在这了 就这样 凭着优渥的水利条件 上海发展起世界级贸易大网 经济一路飙升到全国套房 后来 上海人通过不断学习和钻研先进技术 搞出了很多民族企业 在20世纪30年代 变身为炙手可热 人人向往的上海滩 三 现代上海 繁华魔都 1990年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 上海人把目光转向黄浦江东边的一片土地 它的位置很优秀 紧挨黄浦江和长江 离海洋更近 这块地被规划开发为浦东新区 也就是剧中强董提到的 上海未来的金融核心区域 而现在 黄浦江东岸的陆家嘴 已经成了上海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除了开辟新地盘 上海还在经济市场化改革中 搞了一个大动作 1990年 中国内地开办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正式挂牌营业 一夜暴风不是梦 1992年上海发行了股票认购证 作为大伙进入股市的形式 堪称证券借的粮票 买车借的摇号 许多人借此成为了大户 实现阶级跨越 最终阿宝和股民们成功的起点 让阿宝一夜成为宝总的 就是他 同时上海还在外贸领域持续发力 建百货商城 比如东方商商 这是上海首家建成开业的 中外合资大型零售商场 引进外资品牌 比如孟特娇 凭一件量丝体恤 把男性市场拿捏得死死的 成了30年前爸妈眼里的LV 皮尔卡丹 一个资历很老的高定品牌 创始人皮尔卡丹 是70年代中国人公认的 第一位时尚大V 国外品牌的火爆 也激发了本土企业家们的斗志 他们带着自己的国产品牌 创出一波国潮 穿三羊牌 吃油墩子 中国名牌一盏红桃 就这样 飞速发展了几十年 如今的上海 已经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 超大城市之一 用一句话来形容 那就是 到这 这波老上海回忆沙 咱就盘点的差不多了 最后 哥想再由衷的说一句 上海市真繁华呀 93年的干炒牛河 就卖到41份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